GC排檔桿 一次都有 然後還有一顆備胎耶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阿姊 歡迎回來我的夏季汽車 今天呢我們要用方向盤來開看看 G29改方向盤 改排檔桿 改踏板都有改過 不知道開起來真實感會是如何 各位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已經是下午的4點多了 然後今天是禮拜五了 那我們要趕在10點前 去買那個柴券 然後我們可能明天早上 這區400公尺的那個直線測速道 來試試看這整個開起來感覺是如何 那我們現在要先來 為這個方向盤 做這個鍵盤的一個配置 左邊我就要往左邊轉 有沒有 就會看到遊戲的畫面會跟著轉 然後再來 右邊也是要啊 反正就是整個設定都要設定好 一檔 二檔 三檔 用到四檔就好 出來了 齁齁 欸他這個很及死耶 有沒有 其實跟著我們的方向盤是一樣的耶 欸我覺得這樣賽車應該頗有感覺的啦 我真的要用這個來開泥地賽嗎 很怕耶 然後等一下我們順便去加個油喔 今天主要就是要來測試看看 用方向盤這樣子開的感覺會是如何 好啦各位來囉 我們來試試看喔 我們來試試看喔 嗯 插在沒有那個轉速表對不對 這樣超有feel耶 差不多囉四檔 欸才四檔有點不過癮啊 沒有那種打很多檔的感覺 平常我們用這樣子檔四檔再開喔 如果速度太快了是非常容易滑的 但也是會滑溜滑溜的 就控制好就好 一百四了耶 一百六可不可以超到爆表啊 行耶 一百六喔各位 但他這個就沒什麼立委會 喔就是要靠自己的 所以我們比泥地賽的話 如果有這個的話 其實是 蠻恐怖的 那我們就先來加一波吧 欸下次我再來對付你們喔 好各位就這樣好不好 好啦各位那接下來買完喔 我們要去找那一個 GT的排檔桿 好不好 我覺得玩那麼多賽車遊戲 像是標庫啊 或是說是 勾雜之類的啊 我覺得用的方向盤呢 還沒有這個來的有感覺 各位那我們先開回來好了 後來想想我們應該是 搭船去會比較快一點點 因為我記得船那邊就看得到了 YES 好帥喔 好 那我們就打N檔 然後 手煞車 好 那我們的彩券喔 我們先把它拿出來 然後裡面那個N檔桿 我們也要把它拿出來 這個我們給它擺好 以後我們就用不到了 用不到了 好這個 效應器啊效應器 好接下來我們就去搭船喔 我們要去新的地方 第一次要去那個新的地方 啊該不會這個要用方向盤嗎 開船也可以用方向盤耶 超帥的 啊在前面在前面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跟我們到了 啊這裡離我們還很遠耶 我看網路上的資料喔 好像那個排檔桿是在這個旁邊 有一個廢棄車的旁邊 而且我不曉得 欸旁邊有公車 蛤 這裡居然有公車喔 哇喔 這個我們下次拍叔叔的車來試試看 這根本是滑草場啊 帥捏齁 但是我跟你講喔 我們的車子算現在組好 但是只要一撞喔 還是會掉東西喔 其實我剛剛在開的時候 那個東西又掉下來了 整個軸層 因為撞到就掉下來 所以我又重督躺了 哇欸這個真的很高耶齁 而且還有兩個 這個比較深一點 那我看好像是在後面 我們去找一下齁 應該是在這一個山坡下 找找找看啊 這看能找了吧這個 荒椒野外了 我看網路的資料說在這耶 好了各位回來了 剛剛那個零件呢 好像已經改位置了 好像是在橋下面 我看的可能是比較舊的 我們來開叔叔這一台好了 然後一樣用方向盤來看看 好了 各位走吧 叔叔這台真的力會會大很多 呵呵呵 自己會動這樣子 呵呵呵 為什麼我們那一台不會啊 真的很有開那種 發財車的感覺 那個橋 像在我們平常往 商店那邊是看得到的 所以我們就去那個地方找一下 欸小綠車小綠車 跟他尬一波跟他尬一波 噢 他不見了小綠車真的超猛的耶 該不會到時候尬一地比賽第一名 就是小綠車創下這個紀錄吧 好 欸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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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各位 到底傳說中的GT排檔桿 是不是就在這呢 有嗎有一台飛汽車嗎這邊 啊也沒有 還是在另外一邊 好我們就趴個頭好了 拜託啊車子 飛汽車 啊也沒有耶 真的耶好奇怪喔 那我們剛剛去看了兩個地方 一個是滑草道那邊 然後一個是高速 那個路橋下面也沒有 那我記得我好像每次去阿嬤那邊喔 都會看到左邊有一個車子 也許那台飛汽車那邊就會有 因為他們好像都伴隨著是在 廢汽車旁邊 所以我們去看看呢廢汽車那邊還有沒有 我先停路邊看一下 難道又不見了 對啊我記得在這邊有一台耶 對啊這邊不是有一台嗎 欸 好吧各位觀眾 那我看我們就先回去睡覺吧 晚上六點了 睡到隔天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要去那個 400公尺那邊比賽看看 看看能不能夠拿到好成績 先睡 A few moments later 已經到 十點多了 差不多了吧 那我們就先出發前往那邊 欸今天喔 今天是比尼地賽喔 我怎麼記得是禮拜天啊 記錯 老回去報名處 好各位 我們已經差不多來到了比賽的場地這邊了 喔 真是麻煩耶 老子記錯 對啦是這裡才對阿 你看那個報名的人在這邊 有 這邊是這個 那個 路線表 對不對 啊各位我們好像也不能參賽 可惡 好像這邊要都打夠才有對不對 剛剛查一下喔 第一個就是滅火器 我們沒有 這個買比較簡單 然後第二個是那個 4.4的安全帶 喔貨還沒到 然後再來是那個 拉力的輪胎 所以我們缺這三個阿 好不好 不過沒關係啦 剛好我們趁 這段時間喔 可能要到下禮拜 但是我可能會盡快讓時間跳過 沒辦法考沒關係 我突然想到 好像還有一個地方 我們可以去找找看 他這個車子是隨機產生的 所以不一定說人家找到的那個位置呢 就是你會找到的位置 沒關係我們就先去找找看好了 總共今天都是空手而歸吧 大概在那個草莓那邊 所以我們必須開到草莓那個位置喔 先出發吧 來這個 斜坡這邊啊 斜坡這邊 我們把車停在這個平台這邊 找 各位你看看 真的有 但是會不會有 那個排檔桿就不曉得了 都有耶 哇 全部都有 這個有那個那個 哇 找到了 然後還有這個是什麼 轉數表 GC 排檔桿 哇一次都有 然後還有一顆備胎耶 好 我們都把它收走 耶 哈哈哈哈 找了那麼多地方 終於在最後這邊找到 那 我們真的可以回去好好組一番喔 因為這個有四個嘛 對不對 排檔桿 然後還有前面的 這一個地方 然後還有備胎 備胎應該是要放在這個後面的吧 我看一下 喔對不對這個位置嘛 我以為是這樣子放 放在後面這邊 但不曉得 我們就先把這些東西帶回去吧 GO 我們已經回來到這邊了 我們先把東西給卸下來 還有東西 喔這邊這邊這邊 喔有沒有 這就是我們前面在裝的這個碼 對不對 那我們送回去那個 修車店老闆那邊的 那個也是GT的LINKING 我後來才知道 然後這是排檔桿 我們先都把它丟在旁邊 那輪胎呢 欸我說實在不曉得裝在哪裡 那現在感覺快要 快要晚上了 我先去用個電費好了 沒有電費 光在找這些東西找超久 哇怎麼這麼多風啊 電話的 啊 難怪都沒有叫我去取貨 原來是電話壞了 然後這個是 電腦 電腦我們就暫時沒有要了 警察 是不是亂到大便 要發多少 哇要發1600多 哇怎麼辦 發1600多 妖怪勒 欸啊怎麼那風不見了 警察那風不見了 警察那風不見了 這樣是不是等於我沒有付罰金 然後 我之後如果遇到警察就會被罰 還什麼之類的 不曉得 反正它就不見了 我以為可以暫時先丟回信箱 先不要繳這樣子 好我們先回去吧 先回去 OKOKOK 來我們先開個燈吧 有了有了 那我們就下一次再來裝這幾個零件好了 我們的這個GT的排檔桿 這個超帥 轉速錶 這個轉了之後 我們應該就比較知道怎麼打檔了吧 不過好像還有另外一個是 呃更好的 會亮紅燈的那個 對不對 然後還有這一個 好不好 所以下一次呢 我們就可以來裝這些東西了 OK 各位那我們今天影片 差不多就到這邊 雖然呢忙了一整天喔 不過起碼我們有測了方向盤 那不能比賽沒關係 等零件齊全一點再去比 也許會更厲害 好不好 各位如果喜歡這系列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讚 按個訂閱隨便按下小鈴鐺 追蹤我追蹤用彈 我們就下次 我的夏季汽車再見 大家掰掰